好我们来看第六章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说两句话 第一 有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 老师第五章你怎么没有讲 各位你来告诉我第五章几分呢 我在前面导学班跟大家讲过的 第五章讲的是文物保护 还有安全文明 安全施工环境保护的问题 那么这个地方第五章来说 考的分数历年也就是七分 分值低相对来说知识点也比较确定 所以呢在这一章我们就不再邻居主办去讲了 提醒大家的是第六章和第七章 是把它作为平行章节 第六章讲的是安全 第七章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质量 第六章和第七章其实它的分值也很相似 出题的方式也比较接近 然后我们第五章没有讲的原因是因为它比较简单 分值比较低 后边我们还有第八章在邻居主办也没有讲的原因 是因为它太难了 也就是说第八章如果在邻居主办我提出几个来跟你讲的话 你可能也很难听懂 那么因此呢 像第八章我们就留到后面的经讲的时候 我们很系统的跟大家去解释 好我们来看第六章 第一个 申领安全许可证的条件 这地方大家首先要明确一个另外一个证书 我们说的施工许可证 各位施工许可证是谁申领 能知道吗 施工许可证它是建设单位去申领 建设单位申领施工许可证 那我们说安全许可证是谁申领呢 这个是施工单位去申领 两个证书申领主体不一样 那什么样的企业需要去申领安全许可证呢 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施工企业 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可制度 也就是说这地方注意一下 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企业 那么如果是销售企业是不需要领的 好第一个做一般性了解 关键是下面第二个 施工单位如果说去申领安全许可证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那么下面我们一共列了12条 你去死记硬备你记不住的 而且你也没有必要死记硬备 考不考呢 它是要考的 它要考你又记不住 又没有必要死记硬备怎么办 垃圾笔来在边上写三个字 关键词 我们这个知识点考试考到的话 就考几个关键词来留一遍 双括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 好这个作为一般性了解 考试考到的话 说的这么高大上肯定是对的 并选项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 所需资金的投入 对钱的问题 对吧 还有对我们制度的要求 第三个 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好关键词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如果考试把它改成 配备一定数量的兼职安全管理人员 就不对了 这一块我们要求的是专职的 第四个 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经建设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 考核合格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三类人员 考核合格 你要持证上岗 三类人员持证上岗 就是我们说的ABC证 三类人员持证上岗 第五特种作业人员 经有关作业部门 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 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考核合格 取得特种作业 遭做资格证书 写一下 还是我们说的持证上岗 第六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并且考核合格 这个是一个考点 就是我们安全培训的频率是多少 每年至少一次 在经济版我会跟大家总结一下 教育培训的周期是每年至少一次 而后面我们比如说涉及到消防演练 现场应急方案的演练 演练 是每半年至少一次 像这种容易混淆的知识点 我在后面经济版会跟大家总结到一起去 我们说的培训是每年至少一次 而涉及到消防的演练 应急方案的现场演练 那么是至少每半年一次 第七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它是强制性保险 所以叫依法参加 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那么工伤保险它是强制性保险 是必须要参加的 意外伤害保险它不是强制性保险 但是你要注意用词 依法为施工现场 考点就在这里 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也就是说在我们施工现场 从事危险作业的这部分人 是必须要上意外伤的 那么考试的时候 如果没有这个词就不对了 他说依法为施工现场的人员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这句话是不对的 一定要强调在现场从事危险作业 第八 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 及作业场所和安全防护用具 机械设备 施工机具 及配件要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好 这个通读就可以了 第九 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 并为作业人员配备 劝一下 为谁配备 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是行业标准的 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 职业危害防护措施 为作业人员 也就是为怎么样 干活的人 为干活的人 第十 由对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线控制 和失控现场 亦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 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十一 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十二 法律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那么其他的 我没有特别圈出来的内容 你们做一个通读就可以了 我圈出来的这些词 大家要重点看一下 一般来说考试的点 就在圈出来的词上 我们来看一下 二一年 根据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筑施工企业取得安全 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考关键词了 A选项 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政治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应当经安全生产 家庭管理机构 考核合格 B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 C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 所需的资金的投入 D参加工商保险 为施工现场人员 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E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这道题正确的案 应当是我们的BCE 那么这道题的A选项 错在哪里 错在这里 考核合格 那么他们确实要 执政上岗考核合格 但是我们说 A类B类C类人员 三类人员的ABC证 是谁去考核的各位 你们将来拿到这个建造师的证书以后 注册成为项目经理 你要去考B证 考B证 并不是找我们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而是找什么 找住建部门 比如说你三东省的 你要到三东省住建厅 江苏省的力道 江苏省住建厅 这个浙江省的力道 浙江省住建厅去 申请考试参加 相应的考试去拿到这个证书 这是A错的 B选项 那么这是对的 有制度 有规程 C选项 要有钱的投入 E选项 然后专职安全员 也是对的 D选项错在哪里 参加工商保险 为施工现场 从事 危险作业 为施工现场 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 那么施工现场 不是说只要上现场 就一定上意外伤害保险 那么 可以上 那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施工现场 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 是必须要上意外保险 这是我们说的强制性的要求 所以这道理答应当是BCE 再来个20点 根据建筑施工企业 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筑施工企业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应当具备的条件有 A 有严格的职业危害方式措施 并且为施工现场的 管理人员 配备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是行业标准的 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 B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C 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专制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经建设主管部门 或其他安全主管部门 考核合格 D 特种作业人员 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考核合格 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 有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应急救援组织 或者应急救援人员 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 那么这道题证确答案 应当是BCDE A学院做在哪里 不是为施工现场 管理人员 是为施工现场的什么 作业人员 也就是在现场干活的 那么BCDE 那么关键词都是对的 规章制度 建设主管部门 特种作业人员执政上岗 那么有人员 有器材 所以我们说的关于 安全许可证的申理 考试大家注意一下 12条你去印记 是不太现实的 但是你要留意 我们跟你圈出来的关键词 再来看 工商保险 第一个 工商保险基金怎么来的 由哪几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所交纳的工商保险费 第二个注意 是基金的利息 很多人会理解为是保费的利息 我们说基金的利息 这个范围 要比保费的利息范围更大 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基金 除了工商保险费 还有我们说其他资金 还有你原来的利息 要继续滚动 作为下一年产生利息的 用人那位应当按时交纳工商保险费 职工和个人不交纳工商保险费 这地方两句话 第一个 工商保险费是应当 它是必须交 第二个工商保险费 个人不交 另外个人不交的 除了工商 保险费以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生育 这两个保险的费用 个人是不交的 都是单位去交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来看21年这道题 下一列保险中 属于强制性保险的是 A工商保险 B意外伤害保险 C建筑工程一切写 D勘察设计责任写 选哪一个 应当选择A选项 A选项的工商保险是强制性的 我们教材上只要出现工商保险 都是说依法 还有说应当 那么有的东西 可能会有点迷糊的是哪一个呢 B选项 意外伤害保险 有的人会说 老师你前面讲安全许可 在那地方说了 应当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的地方说 应当依法上 意外伤害保险的时候 跟什么人呢 是为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 为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 是必须要跟他上意外伤害保险 但是在我们的一般性的规定当中 意外伤害保险 它并不是强制性的保险 那么后面的建筑工程一切型 勘察设计责任一切 都不是强制性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认定下列单位 为承担工商保险责任单位的 人民反而应当予以支持 工商保险责任的认定 我们来带着各位通读一遍 然后告诉各位一个 记得规律和方法 职工和两个以上的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的 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 承担工商保险 第二 劳务派遣单位 和派遣的 劳务派遣单位派遣的职工 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 应工商亡 派遣单位 承担工商保险 第三 单位指派到其他单位 工作的职工 应工商亡 指派单位 承担工商保险 第四 用工单位违反 法律法规的规定 将承包的业务 转包给不具备 用工单位主体资格的 组织或者自安人 该组织或者自安人 聘用的职工 从事承包业务时 应工商亡的 用工单位 承担工商保险责任 第五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 对外经营 其聘用的人员 因工商亡 被挂靠单位 承担工商保险责任 这五条 很多人读完以后 有点绕 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告诉各位一个方法 来 二和三 写一下 谁来承担工商保险责任 我们有一个原则 叫做 一 合同 跟谁有合同关系 谁来承担 比如说 派遣单位 派遣的员工 到用工单位工作 发生的工商保险 那么谁跟谁有合同 我们是派遣单位 劳动者之间签合同 派遣单位 和用工单位之间 签的是协议 也就是说 只有派遣单位 和劳动者是有合同的 而用工单位 和劳动者 是没有合同关系的 那既然是派遣单位 和劳动者之间有合同 那所以谁来承担责任 应当是派遣单位承担 第三个 讲的是指派 什么是指派呢 比如说 一个单位 把他的员工 指派到另一个单位去工作 那么这个员工 在工作期间发生了伤亡 那么谁来承担责任 很显然 这个员工和去的那个单位 之间是没有合同关系的 他还是和原来的这个单位 就是我们说的 指派单位之间 指派单位之间有合同 所以是指派单位担责 那么二和三 我们判断的方法叫什么 依合同 依据合同来 那如果说一个劳动者 跟两个单位都签了合同呢 就是我们说 如果职工和两个以上的单位 建立了劳动关系 怎么办 我们打个镜头写一下 或者圈一下这四个字 叫做为之工作 也就是一个劳动者 和两个单位都建立了合同关系 那么跟谁干活的时候 谁就承担贡商责任 那么四和五 是什么意思 打个标记写一下 叫做要 惩罚 惩罚 违法行为 举个例子来说 运工单位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将承包业务转包给 不具备用工单位 主体资格的组织 或者自安人 该组织或者自安人 聘用的职工从事 承包业务是 因工伤亡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假设 用工单位 他违法把这个业务转包给 乙 乙聘用的人 丙发生了因工伤亡 各位 假把这个业务转包给乙 转包是违法的吧 所以假违法了 假违法了 他要承担主体责任 所以是假来承担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去惩罚违法行为 假转包了 假是用工单位 所以是用工单位承担责任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 几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 被挂靠单位担责 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假现在 他不是挂 不是转包了 他是接受了乙的挂靠 乙挂靠期间 雇用的丙发生的伤亡 谁承担责任 那么如果你让乙承担 那丁还会去挂靠 你让丁承担 物还会去挂靠 假以丙丁物己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想减少这种行为 惩罚这种行为 最好的方法是 让谁承担责任 是让假来承担责任 让被挂靠单位 假承担责任以后 他就不会接受 其他人挂靠了 所以四合五讲的是 要怎么样 由我们的违法主体 要减少这种 违法行为的角度去想 让他的承担责任 来看18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 肉干问题的规定 关于承担工伤保险 责任单位的说法 正确的是 A 职工和两个单位 建立劳动关系 工伤事故发生时 两个单位 共同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对不对啊 两个单位的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叫什么 四个字 为之工作 跟谁干活 谁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再来看B选项 劳务派请单位 派请的职工 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 因工丧亡的 由用工单位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对不对 这里涉及到 劳务派请 我们讲的原则是什么 叫一合同 那么劳务派请的职工 他跟谁有合同啊 跟派请单位之间有合同 所以这地方的责任 应当是由派请单位去承担 而不是我们说的 用工单位 C选项 单位指派到其单单位 工作的职工 因工伤亡的 职工为之工作的单位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不对吧 还是什么 一合同 被指派的劳动者 和原来的指派单位 之间有合同关系 所以这地方 谁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既然是一合同 当然是原来的指派单位 来承担 D选项 个人挂靠其他单位 对外经营 其聘用人员 应工伤亡被挂靠单位 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这就是我们说 一个原则 有利于减少违法行为 或者打击违法行为 被挂靠单位 他接受了这个人的挂靠 那么这个人 雇用的人发生了 应工伤亡 我们为了减少 这种被挂靠的行为 所以让谁承担责任 应当让被挂靠单位 承担责任 因此这道题的 正确答案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的第一选项 再来看机械设备的 相关的安全责任 第一个 由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 其中机械设备 不得出租使用 这个呢 我们讲了五种情况 国家明令淘汰 或禁止使用的 不得出租使用 超过安全技术标准 或者制造厂家 规定的使用连线的 第三个 经检验达不到 安全技术标准的 第四个 没有完整的 安全技术档案的 第五个 没有齐全有效的 安全保护装置的 这五个怎么记呢 大家拿笔写一下 告诉方法 这个叫做淘汰的 第二个 超过安全技术标准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超标的 淘汰的超标的 各位 有超标的就有什么 就有另外一个方向 叫做不达标的 二讲的是超标 三讲的是不达标 四呢 没有完整的档案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做缺档案的 五呢 叫做缺的是什么 装置 安全保护装置 各位 这个五种情况 淘汰的超标的 不达标的 缺档案的 缺装置的 能记住吧 这五种情况 说明这个设备怎么样 都有问题 这五种情况 说明这个设备都有问题 既然有问题 所以 所以什么 不得出租使用 但是我再来问一下 这五种情况当中 哪些是我们说的 不能补救的呢 显然前边三个是不能补救了 国家要求淘汰的 超标的和不达标的 这三个是不能补救的 而后边的第四和第五是可以补救的 怎么补救 缺档案 补档案 缺装置 加装置 那既然说前面三个是不能补救的 那我们要怎么办 第一二三情形之一的出租单位 或自购设备的使用单位 应当予以报废 办理注销手续 所以各位注意一下 其实这一块的支持点 它是有两个题目可以考虑 第一个考虑什么样情况下 是不得出租使用 有问题的情况都不得出租 淘汰的 超标的 不达标的 缺档案的 缺招置的 然后还可以考虑说 什么样情况应当报废注销 不能补救的 要报废注销 而我们说缺档案和缺装置 它是可以补档案 补装置 能够补救的 前面的淘汰的 超标的 不达标的 是不能够补救的 所以要报废注销 所以各位 你看这样的支持点 按照我这个说法来一理解 是不是很简单呀 它就是在送分给你呀 不信 你看21年这道题 根据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下列建筑起重机械 不得出租使用 A 经检验达不到 安全技术标准规定的 建筑起重机械 B 说国家明令 限制使用的 建筑起重机械 C 没有完整的 安全档案的 建筑起重机械 D 超过厂家推荐 使用连线的 建筑起重机械 E 没有齐全有效的 安全保护装置的 建筑起重机械 那么我们说这道题 正确的答案应当是 A C E 有的人要 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法规考的是什么 考的是咬文嚼字 你看B选项 他说国家明令 限制 我们说是国家要求怎么样 淘汰或者 禁止使用的 还有D选项 超过制造厂家 推荐的使用连线 我们不是说超过推荐 是要超过什么 超过厂家 规定的使用连线 所以一定要注意关键词 注意关键词 这是我们法规考试的特点 那么这道题 证据答案 A C E 有的人可能会说 老师 其实这道题 21年考试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 觉得A B C D 都对 觉得都对 你说的怎么办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拿不准的时候 少选 我选不出三个四个 那我就按两个选 我先保证得一分再说 好 再来看这道题 180 根据建筑起重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自购建筑起重机械的 使用单位 使用的建筑起重机械 应当予以报废 并且向备案机关 办理注销手续的进行 这个就是说 什么样情况下 办理报废注销 记住我们说的是什么 叫不能 不能补救的情况下 才去要报废注销 什么是不能补救的情况 就是我们说的前三种 淘汰的超标的不达标的 A 没有完整的安全技术档案 B 国家明令禁止 国家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 C 超过安全标准 或者制造厂家规定的使用连线 D 没有安全齐全有效的保护装置 E 经检验达不到安全技术标准 你会做不出来吗 能不能做出来 那么这道题正确的 应当是B C和E选项 淘汰的超标的不达标的 而我们说的没有档案 缺档案 缺装置是可以去加 可以去补的 那么因此 他们只是说不能出租使用 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们的报废注销的情形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七章 建设工程质量法律制度 我在前面说过的第七章质量 第六章安全 这两个是平行账点 出题方式 知识点都很相似 大家在学的时候 把这两个放到一起去学 首先我们来看 关于竣工验收 竣工验收的主体是谁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 应当组织设计 施工监理等有关单位 进行竣工验收 所以说其实我们讲 谁是竣工验收的主体呢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的 它都是验收主体 只不过谁牵头呢 建设单位来牵头 还有竣工验收 具备应当的 竣工验收 应当具备的条件 这地方写一下 关键词 这地方历年考试出题的时候 其实就考了几个词 哪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呢 写一下各项内容 考试如果把它换成说主要内容 那就不对了 第二个 有完整的 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资料 如果他说有主要的 有部分的 都不对 第三 由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 建筑各配件的 和设备的进场实验报告 这地方我们 进场实验报告是主要 如果考试说 全部的材料 或者所有的材料 各配件的进场实验报告 就不对了 很简单 一个螺丝钉 你要去做进场实验报告吗 显然不需要 第四 由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的单位 注意 分别签署 考试的时候会把它改成 改成什么 把分别签署改成共同签署 就不对了 一选项 由施工单位签署的保修书 这个保修书是针对什么来的 针对质量问题 既然是针对质量问题 谁的责任 施工单位签署 所以像这个知识点 也是经常考的一个知识点 但这难度不大 你特别是要把我说的关键词 给圈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21年这道题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所于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应当具备的条件有 A 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 B 由健全的财务管理档案 C 由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 D 由监理单位出去的竣工验收报告 E 由施工企业签署的工程保修书 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 应当是我们的A选项 C选项和E选项 考我们刚才的原话 所以没有对财务档案的要求 竣工验收报告不是监理单位出的 监理单位他可以针对他监理工作 出一个什么 一个质量合格证明 好再来看最低保修期 最低保修期这地方 我们教材列了内容 也需要大家注意 这也是一个高频考点 我们怎么去记呢 在边上写一下 叫防水5 其他2 这是记得方法 跟防水有关的 污面防水 防水要求的卫生间 房间和外墙面的防射漏 是5年 防水是5 其他2 电气管线 挤排水管道 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是2年 我这地方 我只说了防水5 其他2 我并没有说其他是2年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供热功能 供热功能是什么 是两个期 供热功能是两个期 那么还有一个 圈一下合理连线 基础设施工程 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 和主体结构 是设计文件规定的 该工程的合理连线 也就是说 我们最低保修期 是怎么规定的 防水5 其他2 再加上合理连线 再来看相关的规定 最低保修期 及范围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发承包双方约定的保修期 不得低于最低保修期 否则无效 注意这地方 有一个出题坑里的地方 是不得低于 如果考试的时候 说应当高于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不得低于的意思是 你的最低保修期 可以和我们法定的一样 比如说防水 人家说是不得少有5年 我可以就约定5年 但是如果考试 一旦说这是高于 那就错了 高于是大于的意思 不得低于是大于等于的意思 第三 建策工程保修期的其实 是竣工的验收合格之 第四 建策工程在超过合理 使用连线后 需要继续使用的 产权所有人委托 具有相应经验自治等级的 勘察设计单位来进行鉴定 并且根据鉴定结果 采取加固维修的措施 重新鉴定使用期限 如果不经历鉴定加固 而违法继续使用 产生的后果有产权所有人自负 这句话讲的几个意思 第一个 超过合理使用连线 这个工程是不是要把它报废掉 不是 并不是超过合理连线 这个建筑局一定要报废掉 那么不报废怎么办 有产权所有人委托谁 相应自治的勘察设计单位 来进行鉴定 重新确定连线 好 这一段知道两句话的意思 第一个 并不是超过合理连线局 一定要把它报废 第二个 谁来委托谁呢 产权所有人 委托符合资质条件的 勘察设计单位 好 我们来看21年这道题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下列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期的约定中 符合规定的是 供业供业供业 质量保修期为一年 我们说的是什么 供业供业是不得低于两个期 对吧 污蔑防水工程质量保修期是三年 防水是什么 防水是不得少于五年 C选项 几排水管道质量保修期是三年 我们说的防水五其他二 也就是几排水应当是怎么样 大于等于两年 不少于两年 那现在人家是三年 可不可以啊 这是对的 第一选项 装修工程质量保修期为一年 装修应当是怎么样 大于等于多少 两年 他说一年 他就错了 所以这道题正确单 应当是C选项 再来看20年 关于建设工程合理使用连线 说法正确的是 A建设工程合理使用连线 由建设单位确定 合理使用连线 是我们由设计单位 在设计文件中规定的 符合国家要求的内容 B选项 超过合理连线的工程 必须报废拆除 对不对 不对 由产权所有人委托 勿托判设计单位 进行鉴定 维修 重新鉴定连线 C建设工程合理使用连线 从实际转移占有之日 从什么 从竣工业收合格之日开始算 C设计文件 应当复合国家规定设计 深度要求 并且注明合理使用连线 对不对 这是对的 其实我们说 D是对的 那A呢 那就是错的 那么这道题答案 就应当选选选项 好 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就把整个零级处班 挑的一些知识点给讲完了 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 第五章 我们没有放上来 因为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分值低 才七分 第八章没有放上来 因为第八章涉及到纠纷解决 它会将和解 调解 仲裁 诉讼 那个知识点非常难 是整个法规当中最难的一章 那么我们到金奖班的时候 系统来跟大家解释 那么到目前为止 零级处班 我们讲了什么 第一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我们建造师考试 特别是一键考试 的考试科目 提醒提量 还有考试时间 以及重点 大家要注意 给分规则 特别是多选题的 给分规则 跟大家说 我多选题要怎么样 要少选 只选你有把握的 拿不准的 不会的 一律不要选 第二个 我们跟大家讲了一个 复习的策略的问题 怎么去复习的问题 还有心态的问题 第三个 对于零级处班 我们希望大家要好好去看 好好去看 零级处班 我们是找一些 难度不是太大的 重点的高频考点的内容 那有的时候 难度大的怎么办 我们到后面 金奖班系统都来讲 那么希望通过这种重点的 高频考点的讲解 一方面可以化解 你在金奖班学习的压力和内容 第二个 能够掌握 我们对法规这个科目 学习的兴趣 掌握它的方法和技巧 比如说 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些东西 当然 零级处班 只是一个开会菜 真正的大头的重点的东西 在后面我们的金奖班的内容 那么大家按照我们233网上 给大家提供的班型 然后认认真的去学 基本上在2022年 一次过关 问题不是很大